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由科学声音出品来汪杰领弦制作的一个片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先来播放一段小短片 这里就是天下第一海口鱼的发现地 我们废了九牛二虎之地 你找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 从石头开船 对 从石头开船 对 这真的还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户外 那里边独虫 各种蛇虫都有 我们去到云南城郊来拍一个叫 碳蜜寒雨季的影响 别看这个村子和企业 这可是全世界出名的地方 不够不够 要再测再测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一块重要化石的发现地 就掉了 就掉了 再收点 好的 慢慢放 你用最慢的速度 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后期想着 这真罢工了 哈哈 不要动得太快 比较快了吧 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下这还有什么细意要绕着 不要绕着 不高 开始 开始 再往回来一点一点 差不多 开始 开始 一会儿 待会儿啊 飞一点 这个 你看 好吧 对 这事儿必须要舒服 好 好 分镜还是要调一下 关键关键 好 到这个位置是吧 所有我们这两边最重要的地方 也可能是最磨人 他的时间最长 难度最高的 好的 谢谢 看完这个片子之后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 汪杰在之前跟我说 他说我想拍一个片子 然后呢 想做一家影视公司 这家影视公司会做成 未来的中国的discovery 我嗤之以鼻 什么 你知道人家花了多少钱 做了多少年才做出来吗 现在看了这个片子之后 我觉得 嗯 没笔 没笔 有可能 接下来就以热烈的掌声 把我们寻觅自然2的这个团队 一块请上来 有请汪杰 和他的团队 好 谢谢大家 来 请我们到团队上了 你们就五个人拍了个电影吗 这有点过分了吧 当然这只是我们团队 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一个代表 我就不多说了 我是这个片子的 编剧导演加主持人 加主创 甚至连制片的工作 也一口气全包了 因为一个小团队 几乎所有的杂事 都得自己干 然后我让他们 自己介绍一下吧 我叫大盛 那个姓孙 孙鹏城 那为啥叫大盛 就是因为 知道 知道 姓孙都是大盛 啥都得干 啥都得干 对 得随时变 所以就起了这外号 大家好 我是这个影片的 负责剪辑的剪辑师 我叫王问 大家好 我是科学史评画的 主播吴金平 在这部片子里面 我坚韧部分特效 也很知错 大家好 我是阿石 吴老师说 那个特效 不是他的正业 那么特效是我的正业 这个我在这部片子里 主要是担任 就是后期和特效 那么这个团队 给我们带来了 这个影片 我们在此热热掌声 感谢这个团队 给我们的付出 那么接下来 我来介绍的 就是我们现场的嘉宾 汪洁老师 他们的这个团队 包括整个科学声音的 这个团队 就是可以用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 投入 或者说是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着力点 它就能够给大家 带来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能量 非常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这样一种感受 我的微信是小写的BBC 当时那时候 也是年轻的时候有个梦想 希望能够做成中国的BBC 这一行其实特别艰难 特别艰难 那人类目前对光谱变化的观测经路 其实要远远的高于那种 视觉范围内的那种观测经路 所以通过这种方法 找到的那个西外行星 要靠谱 因为我自己就是学这个工科的 所以我的平时讲的主要也都是工程制造相关的 对 土建 机械 或者是通信 类似这些 我大概懂一些的 像王老师一直讲的这种 比较偏理论的 这头我确实是不太懂 今天也是来学习一下 我踏入这行 最早看的几本书 都是王杰老师写的科普 所以就入了道了 对 好了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线上的很多朋友 跟我们一块来进行讨论 我要出行的走后 王杰和他的团队 行李资源第二季隆重上瘾 这是我国科学影视事业的一个重要事件 可喜可厚 大家好 各位专家各位领导好 非常开心 我看到你 光学会的非常重要的片子 关于科普的立作能够上瘾 祝你们成功 本期节目最有一次的过剧 就是深度取决 我很喜欢 在我们睁开眼睛观察世界的每一秒钟 我们的眼睛里面都有无数的世细胞 在接受巨量的信息 这些二维信息经过层层的传递 被我们的大脑感知 还有理解 最终才构建出了一个三维的世界 这也被叫做空间感知 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基本原则 而我们分析二维信息的重要方式 第一就是线性后续 对 非常荣誉能够受的邀请 但是可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现场 然后我也非常期待看到这个 今天的这个正片 其实我有看过一点 我一定有看过一些 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 尤其是那个各种动画 还有音效 这种细节就是 可能是我作为影视人 比较关心的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 我今天看到整体的这个成片 好 作为一个投资人来说 看到这个片子今天上线了 心里什么感受 非常激动 因为我是可能走了这个后门 提前收到的这个片子 昨天晚上也连夜看完了 真的是比我的预期的 想象中的要好很多 她悠然自得地吃着一碗小面 下单了自己心仪已久的桌子 在这一刻 她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部电影拍得太真实了 太多的镜头里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被催婚 被拍照 被买房 仿佛婚姻只是做给不相干的人 所看的一场秀 那么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一纸证书真的能寻一生平衡 我本来也是一个科普自媒体人 我非常高兴能看到 就是咱们国内有自己的 自己就是从拍开始 就是自己去策划的这么一种片子 所以非常期待 一会和大家一起看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致我们的开幕词了 就是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的党组书记 马兴发先生有请 请代表科学啊 对活动呢表示祝贺 国内的这方面呢 还比较欠缺 我跟汪洋杰导演 时间呢是不长 但是听他介绍 第一集拍摄的时候的心情和付出 和他的情怀情结啊 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跟我说捐一块的也有 捐几万块的也有 就是大家都非常支持 这个影片的拍摄 克服了这种困扰 今天能够第二集 能够跟老百姓能够相见啊 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也非常欢迎 社会力量 共同来办科普 我想我们啊 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协同并肩作战 一起把上海的科普呢 继续地走在全国的前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王书记 谢谢 请大家做 探秘寒武记 我们一块来看这个影片 会儿 看这个影片 疯累了 没有 还没 我还能够 看这个影片 我还能够 看这个影片 增加沙子 这样 你赶紧 我再也没有 我都不解说 你觉得到他有什么 老罗 我现在还不确定 这到底是什么动物 但是我觉得它不像是云南虫 这里就是后口动物化石证据的发现地 世界著名的云南沉江生物群 资源界在短短的0.41年间 首创了动物界的三分框架 一直延续到今天 基本上没有改变 每一次生命爆发 都是由于动物胚胎阶段的微小创新而引发的 眼睛 身体分解 腹肢 外骨骼 牙齿 腮孔 以及强大的熬汁 每一项里程碑式的发明出现之后 总会打破原有的平衡 创造出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 动物们已经在寒武纪完成了器官的所有的发明创造 现代动物能做的不过就是在五亿年前的古老身体上做一些羞羞补补补而已 而我呢宁愿要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也不需要一个永不能被质疑的答案 证据是一切答案的前提 面对寒武纪给我们出的难题 有些人呢是到古老的典籍中去寻求答案 而科学家们则坚持年复一年的在野外考察 寒来熟往 风餐露树 在地质锤的叮叮咚咚中 壮实的青年变成白发的教授 每出土一块新的化石 寒武纪神秘的面纱就会被揭开一层 像这样的努力今天依然在持续 在五六亿年前的古老地球上 生命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 其实啊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 比答案更重要的那是寻求答案的态度和方法 这就是本篇想要送给你的礼物 40分钟的电影啊 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是什么 好像很短啊 怎么会想到最后走到了这条路上 现在已经第二季了 马上筹备第三季了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是不是一样 或者在座的 我相信我们都有个共同的经历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是看的科学纪录片 爱上科学的嘛 就是我们从小看的科学纪录片 我们会有一个体验 就好像科学纪录片 天生就应该是讲老外的故事 你有没有发觉没有 你们大家就好像一讲起科学史 那就是外国人的事情 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关系 对吧 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知道 最近这几十年 我们国家的科学 其实是在长足的进步 是在崛起的 只不过说很多很多精彩的 中国人的科学探索故事 被埋没在了固纸堆里头 我觉得我有这种责任和这种义务 就把这种中国人探索 科学的这种故事 就讲给我们中国自己的孩子听 来弥补我们从小只能看 老外面空的科学纪录片的遗憾 就是我最简单的一个朴素的梦想 首先我觉得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汪杰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然后把这个片子拍出来了 完成度很高 这个不用说对吧 那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 好像我看到这个部分 有点不明白的时候 后面刚好就抛出一个问题 开始去解答这个了 它是既有一些很生动的这种例子 同时又有非常扎实的一些学术 包括像是一些科学家 他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解答 然后最后把整条故事线给串起来 我觉得起码从一个故事的角度 它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今天在看片会看完之后 感受跟平时看有什么不一样 应该说没什么太大不一样 因为说实话我已经看兔了 就是几百遍至少有了 科教这个事情 就是你在你认为的需求 和观众的自认为的需求之间 会有一个大矛盾 对 这个矛盾怎么平衡 对 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好 就是因为我之前 大家知道我之前做老师的 就是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每次上课的时候 我的大纲是固定的 然后我每集内容讲的都是 一定会考到的 我必须讲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 这个学生真正想听的 他真正感兴趣的呢 这里面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然后看了王老师这个片子之后 我就觉得这可能是我们 就学校教育当中 比较缺失的一环 比如说我最早看 这个《寻觅自然》第一季的时候 我看第一个画面 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梗 就是你这背景是假的吧 就是我以为 王老师是在一个绿棚里面 对吧 然后在外面随便拍个素材 然后把它抠进去 然后后来我看电视频 发现不对 王老师的脚 是真的踩到那个石头上 发出了一个声音 这就是跟我平时的 做视频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因为我还是延续了 我之前讲课的风格 就是我不管是在棚拍视频 还是我之前在这个学校讲课 都是在一个密闭空间内 假设我来做一个这个短视频 来介绍咱们的这个纪录片 我可能会用那个 那个肛门的发明来那个 来开 因为这个真的觉得 就是很吸引啊 我以前从来没想过 就这个是一个生物学上的突破 就是从一个口变两个口 甚至后面还有个递进 就是这两个口还可以相互置换 因为这个是一个 就是很增量的信息 那位老先生 我是上海自然博物馆的 科普志愿者 大概做了七两多吧 我觉得小朋友完全能接受 王老师的这个桥段啊 我一天一天 正好都是我们想讲的 这样一家小朋友不能懂吗 你只要看到小朋友啊 他胜传了脖子 微微张开嘴 他个眼睛啊 你就完全知道 他是能够沉浸下去 要不沉浸下去 他只要有兴趣了 他慢慢在他的人生道路上 就不断地去完善他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最最需要的 感谢 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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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但你要知道在一个孩子心中 植入一个这样的梦想 是多么的困难 对 这样片子看完之后 我对那个地方 我说我想去他 对 我看看那个石头怎么砸 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些事情 我们要亲身去做 Tim 你从一个经常拍片的 也是一个科普人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看 你觉得拍完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其实长片和短的内容 我觉得差距还是 还是挺大的 我是指难度上面是明显 会比短的内容要难很多的 因为你设置到的 不仅仅是一个 这个偏长的这个问题吧 其实是你的素材量 这是首要的 你要保证关注的 观众的注意力持续能够被抓住 你要不停地给观众刺激的点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做得很好的 在之前这片子里面有大量的这些 这个现实中的实拍素材 然后还有这些动效 然后还有这个3D的这些场景 因为有很多这种 韩姆基那些各种 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没法去拍的嘛 但是仍然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把它给做出来可视化 这其实是我觉得非常 非常可敬的吧 就像我刚刚开头片子里面 开头讲的 那个汪老师对于这个细节的把控 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追求的 事实上这次做这个片子的音效 那个李佳琪老师 也是我的朋友 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位老师 然后做了很多很多细节的这个声音 其实我个人是一个 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 因为我觉得一个优秀的片子 声音占了其中的50% 然后再配上这些优秀的画面 才能讲好一个故事 我觉得在这个片子里面 对声音的处理 还有本身画面拍摄的质量 都没得受 所以其实要保证 这么长的一个片子 能够始终维持这个质量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看完之后是什么感觉 每当看到这样的片子出来 心里特别有那种认同感 因为都知道做一个片子特别难 经历过的人都会知道 里面的每一个镜头 每一段设计里面 多少的NG 包括昏迷后期有多少磨合 包括从文案到最后实现 你大量的时间和大量的思考 肯定是要去 一秒一秒的抠 对 秦总 你是这个片子的出资人 我们问问看投资人 你满意吗 许蜜自然系列 现在已经拍到二 接下来马上会拍三 在我接触到科学声音团队 认识王老师之后 我也发现 这个方向正好也是我的梦想之一 我觉得企业和事业是可以投资的 但是梦想已经不能用投资来作为 怎么说呢 作为一个这个范围的限定了 我觉得对于梦想而言 风险和回报是可以忽略的 只有付出 参与其中 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要知道这个片子的预算 它是四步加起来只有300万 那么平摊到每一步的话 实际上只有几十万这样的一个预算水平 能够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不管是这个现场的拍摄 还是后期的制作 我觉得已经是非常非常超出我 超出我所能够想象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Tim 你是怎么平衡支出跟成本之间的关系的呢 我们有两个账号 我们有影视巨峰账号 还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个科普雷账号 答案就是科普雷的内容 想要平衡收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的方案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靠我们的主号的营收来 来养我们的这个账号 因为我们不接广告 所以我们会有 我们有自己的产品部门 比如周边 我们之前做了一期浮游生物系列 开发了很多有趣的徽章 然后那些周边 那我们随着节目一起上呢 就是这些周边产品 那事实上这个销量 应该说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像我们的徽章可能卖了一万多份 那基本上也就拉平了我们的这个 一期十分钟节目的这个成本吧 当然汪老师这边这个 无论投入的时间还是成本 都会比我们大很多 但这是我们基本上保证 我们收支平衡的一个方案 但更核心的可能还是 靠主要频道来养它 其实我也一直想问 王老师这个问题 你这个视频到底怎么 这300万你到底怎么收回来呢 就这个问题 我是从看了你的第一集 我一直问到现在的一个问题 对 我们第一季呢 就是靠爱心赚助 和流量分成就收回了100万 我们第一季投资就是100万 第二季这个300万呢 目前呢我们靠捐赠 加上科普资金 专项资金的扶持 包括国家出版资金 给了我们一点钱 我们大概收回了三分之一 就是收回了100万 然后还有200万 以及我们宣发 可能还要再花100万的这个钱呢 比如说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啊 比如说有平台愿意 独家播出买一些版权 或者有企业家愿意冠名赞助 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招容 我们这希望就是通过一些活动 让大家愿意来赞助吧 我们的今天活动的主旨 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 为我们的寻觅第二集 找到一个title sponsor 甚至我们还想了一个招 可能讲出来你们都要笑啊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张海报 油画食物的海报 然后呢我们想放到咸鱼上 就是一拍 我手上拿的这个呢 是真的食物的 不是一个印刷品海报啊 你可以立刻上这个咸鱼 搜索科学声音 或者搜索寻觅自然 你就可以跳出一个这个链接来 然后在这个链接里面呢 有一些这个拍摊品 包括我们一些道具 然后这些呢 也不作为一个商品 只作为一个纪念品 我们一块来看 我们寻觅自然2的 第二季的第二季 在大自然中 湍流无处不在 这些漩涡不断地消失又形成 流体的运动复杂多变 湍流之谜 被誉为20世纪经典物理学的 最后一个堡垒 只要是流体 就会出现湍流现象 飞机在极度稳乱的气流中飞行 机翼被各个方向的气流 无序私存 湍流已经成为影响 航空 航天 航海等 工程成败的关键瓶颈之一 流体相当于是数以万万计的小球 在发生相互作用上 利用计算机来模拟流体的运动状态 我们就要借助超算来完成计算 只要宽流结构的生存氧化 与作用机理没有被彻底解决 我们就不敢保证获得了最好的设计 我们依然在寻找更优的方案 攻克一个物理难题 就像完成一项超级工程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流体力学研究中 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我们清楚地知道 全部的游戏规则 只差找出最优解 破解湍流之谜 已成为21世纪大国博弈的关键目局 谁将拔得头筹 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集关于宽流的问题 咱们这一集看完了 看完之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一开始看的那个感觉是个灾难片的 灾难片 然后突然忘记出来了 这个拍得挺好 我是从16年到17年开始 从喜马拉雅上收听到汪老师的时间的形状 就是每次看汪老师的片子不像上课 比起上课更像享受一下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 就是汪老师当时候在 李星的力量发布了一部片子 叫做《太阳系新知》 他说了一句话就是 我已经卖出了一小部 那么第二部 我卖的一定不会艰难 我一定会很快速卖出去 怎么会想到拍坠机呢 当时我敏锐地就感觉 就是要讲一个故事 从这个空难开始讲起 是非常能够抓人眼球的 但当时真的是咬牙发痕 因为要拍一场空难 你们都知道 这是钱花下去不得了 当时我手里就三百万 我犹豫了很久 我晚上在那转转反车 吃不消睡不着 因为当时说要拍掉两辆特斯拉的钱 才能把这场《湛流之谜》给拍下来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我太想拍这场东西 就是我觉得从这里讲 《湛流》太合适太合适了 实在找不到比这更合适了 后来我就把那个CG的钱 砍掉了三十万 挪到了这里了 所以大家会看到 其实有一些CG做的不是特别好 主要还是经费不够了 花了大概六十多万吧 就为了这五分钟的空难戏 对 我开始以为 这个是偷的素材 这个片从这里开头 就其实真的是很好的 其实现在回想起了 就是说可能这场戏 真的是用力过猛 这是我们整个《寻觅自然》 第二季拍的第一场戏 其实我个人 还是挺喜欢这场戏的 我看还是不少纪录片 就是以这样一种 小故事的形式去开头 这种方式还是很吸引的 你就说说吧 实话是说 实话是说 这些片子当中 有不够好的细节 跟我们讲一讲 也许第三季可以改掉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就是拍的挺好的 短视频和长视频 毕竟不同 那假设是我来剪的话 可能会剪得就更紧凑一些 就更快一些 我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 给汪老师的建议 就是我作为一个专业人士 我知道什么是团流 但是可能一个小牌观众 他就不知道什么是团流 进而他不知道 你这集讲的是什么 那么他有没有机会 看那前五分钟 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题 那你建议如果是 我建议就是 我觉得可能 应该以问题开头 我可以把这个专业证明 我会改成 飞机为什么会失事 这个其实直接带到 可能我们在做科普的人 都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能 让那些本来就不愿 听科普 看科普的人 喜欢上科学 很多人都谈到了 现在好像很多观众 他们的怎么说 对于内容的接收习惯 其实已经被短视频给驯化了 然后我们现在重新再去审视 像汪老师拍的 《寻民自然》这个系列 在我个人看来 有点那种古典主义美的 那种纪录片的那种表情 对 包括因为汪老师 做了那么多年的自媒体 短视频其实也做过 在里边其实还是能够看到 很多的这种短视频的一些技巧 包括一些那种比较灵活的 那种剪辑 包括一些这种小的梗 其实在里边也是有的 我个人是觉得即使现在大家的 这个怎么说呢 看视频接收内容的习惯 可能都不仅仅是短视频了 巴不得还要二倍速 但是还是需要有不同类型的东西 去填充大家在不同的需求点上 对于内容的那种满足的 这种所谓的电影或者是栏目 或者是纪录片和短视频 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从电影的角度去看它 因为它将来可能呈现是在 大荧幕上 大荧幕上 因为大荧幕的思考和画面的构图 所有的方式其实跟电视都不一样 短视频更加不一样 这个还是很巨大的差别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觉得就大家对于 这个像纪录片这样子的这个作品 尤其是它本身针对的是 这个大屏幕的 我们其实这个不需要 被短视频的那些条条框框 那些所谓的章法 这个好像就惯性思维了 觉得它这个东西 好像就应该是这样 纪录片因为的确 就像这个导演说的 它本身就是有 它自己的一些语言在的 而且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穿越时间的 但是现在大量的 十几秒 二十几秒 或者说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可能就是几分钟想 几分钟拍 即使是几千万的播放量 我个人是不觉得 它能够在人类文明博物馆 这样一个高度的 数字记忆当中 沉淀下来的 但是像汪老师 这样子的作品 它有那么大的心血 那么大的投入 去做的东西 它是有价值的 其实我想说有几个点 就是首先我觉得 就是一个 真正能留存下来的精品 它不见得一定要 就是取高贺寡 我想说的一点 就是短视频里面 其实也是有一些 就是很有价值的 就是一些 吸引人注意力的一些方法 其实可以用到 您的这里边 对 这是一方面 伤害到了 短视频里面 我一直肯定 短视频的很多方法 在传播当中是很有用 我想说都是 其实这样 我刚刚其实有半句话 没有说完 就是说 科普不可能是 一个人的事情 不可能是 一个团队的事情 汪洁老师再厉害 他也不可能 一个人完成 整个华语世界 科普的工作吧 是吧 虽然说 这个工作 已经做的时候 是很棒的 一滴声音 对 但是其实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 短视频当中 15秒的科普 他可能照顾的 就是有一些 受教育程度 不是很高的群体 他只是单纯 对某一个现象好奇 但是这个也是在完成 种种子的工作 稍微打断一下下 因为三一博 是跟徐东之间的 一个小论战 这个其实是什么呢 你今天忙了一天了 你回到家 然后我看一点视频 共情一下 我很爽 我结束了 今天我结束了 然后到75岁的时候 这一天 我还是以这种方式结束 如果那一天 你会回想到说 我这样结束 就结束了吗 如果你产生 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得回到 20岁的时候 回头去看看《红楼梦》 突然有一天你说 哇 我这辈子之前的日子 是白活的 世界是这 原来是这样的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就是人他随着 不同的年龄段 或者是什么 他会发生一些 会发生一些变化 每个阶段 他有每个阶段的变化 我觉得科普也是 这样的事情 就每一种类型的饼干 我们市场都应该 提供给他们 因为这市场上 喜欢吃不同类型的饼干的人 各种各样 对吧 我们应该尽可能地 去满足它 而且我也觉得一个人 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 对 我就做我自己 最擅长的那一块 真正讲科学 或者纯科学的选题 确实是有一些枯燥的 就是说如果是 很popular的东西 往往是技术 并不是真正的科学 如果有一天 中国有一部这样的技术片 或客户片在电影院 看过过十亿的票房 那这个大环境 肯定就是不一样了 自然类的 可能大家更喜欢看 但像科学类的 特别像这种 像汤流这种东西 很可能 叙事要求更高 难度更大 那么一旦有这样的片子 一旦在这样的市场上 能够产生这样的反应 这样的巨大票房反应 我相信就是对做 科普的这些工作者来讲 这个环境和氛围 就不一样了 而且你会得到的支持 会越多 我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 会看到这一块的前景 科学是一样的 它的魅力是永远在的 它可以通过各种方式 各种故事去传递出来 将来的 它哪怕商业化的话 做得我们国内 慢慢做起来的话 它的市场一定很大 我希望你们 把心中的感受说出来 不要光说好 不要光夸 那它拍了个电影 花了很多 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你们给它一点反响 讲到那个 锋利发电的 那个地方的时候 说了一个 就是说锋利发电机 后边是非常复杂的 那个 团流系统 团流结构 但是后边没有了 觉得没有结论 短短的一个镜头 比如说北大 清华 中科院 这背后你们真的很难想象 我们付出了多大的 这个联系的工作量 一方面是疫情的原因 没有拍摄 还一方面是 拍摄许可证 太难了 所以这个片子 到现在这个程度 还是很惊喜 另外我刚刚其实在后面看 尤其是团流这一集 我就特别感慨 这个片子怎么是一个 纯粹的民间的商业团队 来做的 这完全就是一个 讲好中国故事的 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重大题材的 整个的利益 包括整个的这个节奏 包括联系到的这些资源 说实话 让我这样的 就是在主流媒体工作的人 都很羡慕 同时又很佩服的一点 因为我们可能甚至 有的时候都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或者说是 这么多的资源 可以去找到那么好的实验室 那么多的顶级的这个科学家 然后在这个东西当中去呈现 像刚刚那位老师说 说这个其实纪录片 就感觉是在国家层面 能看到的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就已经是 很伟大了 就是尤其是你像 去到这些实验室 我其实能明白的 非常的难 反正就能让孩子 见到这个世面 能让中国的孩子 真正的看到 科学科技的力量 为了未来 然后去努力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目前就是最重要 然后也是最珍贵的 一个目标 王老师更 我觉得他更符合 在做科学传播 他做的东西是启发人的 就像我们以前说 知识就是力量 但是现在更全面 应该说是思维才是力量 这是我们 钱旭宏校长 院士的一个观点 所以他一直推动我们 要做这个科学思维的 一个培养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片子 看了以后 真的是会给我们留下 一些这个科学思维的东西 因为王老师 很用心在设计 如果你细究 每一个细节里面 都透露着 他对这种科学的敬畏之心 《徐秘自然2》 特别适合什么人来看呢 我回想一下 十几年前 我上大学的那个时候 我如果能看到这个片子 我的人生轨迹 可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 我正处于一个迷茫的阶段 我刚上大学 我一个学物理的 有两个问题我要回答 第一 我毕业之后 我还要不要从事 物理相关的工作 第二 我如果从事的话 我要从事什么方向 这两个问题 是大学生特别需要回答的 但是我敢说 现在很多 大学校园的环境里面 给不了他这个答案 他只能自己去摸索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类影片的意义所在 就是可能不同的形式 他有不同的优势 也有不同的劣势 对 劣势就是投入太大 不知道啥时候回本 对 这个问题啊 汪杰很可能会纠缠你一生 我说的很简单 就是汪杰绝不会成为 一个某平台的 一个超级大V 对 就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本身 就已经决定了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超级大V 但是你会成为一个 年度很大的V 我们拍这个片子 就是说 我是真的有点完美主义者吧 就是有点抠细节 就当时其实可以做一个假 披一个 或者泥的披一个 然后刷点漆就上去 有谁想上来搬一搬 你就知道它 是真的铜像 真材实料 是我设计的 然后我专门 请做铜像的公司 去做出来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 这个咸鱼上面呢 找一下我们科学声音 或者寻觅自然的 这样一个关键词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个东西在上面售卖 这个东西售卖呢 它不是说 它做了一个系列 一共20个什么限量 一共只有五个 不一样的五个 得用那个 把它请回家 请到家里的书房 对吧 这个动词得讲究一下 比如说刚好是 哪个学校的 需要一些装饰品 你看这是费曼 这是周培元 对吧 然后这个都是 我们亲自设计的 就是都还很传识 有没有打一个logo 或者那个科学声音的印记 这个可以提要求 这个可以提要求 就是你拍下来之后 你拍下来之后 你可以让汪杰 做一个一样的表情 拍张照片 或者说签个字 可以的 反正都可以满足 对吧 就我们为了拍这个片子 确实 他们有时候说 我太轴 就为什么真的要去做 五个这样子的同像 其实是这样的 汪杰呢 虽然自己没有成为一个科学家 但是科学家的毛病 都都学到了 对吧 其实是科学的精神 所以就像汪尔 是一直在片尾说的 科学的故事 我们最后留下来 希望的是有一种科学的精神 当初我们为什么会选 这个 就是说做科普纪录片 这种这档子事 说实话 我们还是想 就是说 我们是在填补 国内的一个空白 我们还没有做到领先 我们将来 要是能填补人类空白 那就是我最开心不过的事情 但是这个 你只有一个不赚钱的团队 你不输了一个大的目标 他拢不住人 你知道吗 他在吐槽 靠话柄来拢弱人心 不是 你值得呀 这个 为这种 这种远大理想 吃康燕菜 我愿意 你知道吧 谢谢 评歌确实很简直 可惜 今天 只有快速射电报里头的CG 有大量的都是我们 吴金平老师的作品 非常惊艳 你去看了就知道了 就是说 我一直认为 快速射电报那一集的CG 是最好的一集 就今天这两集 恰恰是CG最弱的两集 但是选它有其他的原因 快速射电报那一集的CG 是我觉得做的最好的 其中大多数出自 阿识和我们的那个 评歌的之首 到时候上映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看 但是有那个 说实话做CG 我还是觉得我机器不够快 为什么 我觉得 买电脑 快速射电报的CG 只有评歌能做好 还有阿识能做好 因为他们是两位 阿识以前也是 我忠实的粉丝 就是我们这个 他们都是特别热爱科学 自己的科学素养 又特别高的东西 比如说磁陀心的 内部结构是怎样 不需要我告诉他 他自己看论文去了 然后自己把论文 然后给我做一个 就是磁陀心的 一个模型出来 做的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看的就很像 反正我看的就很像 是那个味 是我们科学迷心目中的 那个味 我觉得看完这个片子以后 感触特别深 让我有非常有 探究的欲望 除了震撼 比较惊艳之外的话呢 对广大的这个 不光是大学生吧 青少年 我觉得都会有一些 启发性 纯科学也是很有 很有魅力的 并不是一定要热点话题 或者跟生活中 有关的话题 纯粹地满足 人类好奇心的那种问题 其实它也是有 长久生命力的 至少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希望将来 它生命力 长长久久的 然后能够走到 不仅仅是 就是成人 甚至是更多的 青少年 或者孩子心中区 等上一以后 您一定要点赞 分享 转发留言 没问题 一定的 万一有机会 进到电影院 还得带着孩子 买张票去看吗 已经带来了 谢谢 汪杰反而是我们 这行里面的小弟 就是做视频这一块 但是我觉得 汪杰真正打动我的是什么 他叫我就来了 为什么 这是行动力百分百啊 这是他的力量 我觉得这也是科学的精神 也是科学的力量 你看你现在 好像还在卖铜像啊 将来是我给他 助理发消息说 你那个限量200个的铜像 留一个给我吧 就是要这样子 我觉得一定会这样子 大家想一想 他们不赚钱 可能过得很苦 但是他们有一个优势 是什么优势 这也是我觉得 做科普的人 很厉害的地方 他可以植入一个概念 在你的头脑里 所以有些时候 我说我们 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 是影响一代人 这个是力量 那当然为什么 跟着汪老师 一直在拍片 我以前 我是做视频记者 那个为什么 我好好记者不做了 然后那个 以前拍TVC 那很赚钱 那也不做了 我来拍科普那么穷 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科普有趣 还有主要 我觉得汪老师 跟着他有盼头 你看他去年 群蜜二 这个预算 是300万 今年翻翻了 对吧 一年翻两翻 后年我就 就再翻一翻了 当然 所以我想从这里面 想说一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在拍的这个级别 从短视频开始变成纪录片 纪录片开始往电影 然后电影可能 这个水平也不断地在提升 CG的水平也从 普通的这个演示 变成了影视剧 或者说电视剧 然后再变成影视剧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说我 我是希望以个摄影师的角度 把我们的片子拍到 中国的BBC 这个是我的理想 对 我们大圣 年纪也不小了 对 其实是我们团队的 对 他 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 加入我们团队以后 他说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 我愿意下半辈子 就只做这一件事情的 是你这么说的吧 就只做这一件事情的 我热爱摄影 但是 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以让我 更热爱摄影的一个理由 情怀就是你不再考虑那些 本来认为一定要考虑的事情 而考虑那些 本来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但它突然出现在心头的东西 然后我打算去做了 这叫情怀 我觉得它的形象 实在是也很一般 不过是因为 他 吴老师 这些大圣 这些人的情怀 打动了你们 然后他们做出来的东西 融入这些情怀当中 打动了你们 这也是一种共情 对吗 谢谢 好了 那么今天呢 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 同时要提醒大家的是 如果您也是那位有识之士 或者您也是那位 有报复 或者有愿望的人 就可以连续到我们 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 有您的一份心力 在我们的节目 和我们的这个 寻觅自然的三和四当中 我们寻觅自然第三季 也已经正式启动了 而且我们寻觅自然第三季的 总的这个投资额 会比寻觅自然二 要再翻两到三倍吧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 募集到了一部分的资金 还没有完全达到 我们的预算额 所以如果说 有看到这里的有识之士 或者说有情怀的企业家 愿意来跟我们一起 做这部片子的话 我们也非常欢迎 就是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资源的给一些资源 我们一起来合作 可以私信 对对对 反正这个汪杰对梦想 买单的这个精神非常大 他也到处去跟大家说 我们有这个梦想 然后他真的在完成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多多地去支持他 那今天我们的活动 就到这里告一段落 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到来 谢谢大家 前面你看到的 只是我们 《寻觅自然第二季》中的一集 《探秘寒5G》的正片 和《湛流之谜》的预告片 您可能关心 另外三集 什么时候能上线 我只能说 现在还没法确定 因为我们希望 能通过今天这期节目 找到愿意给 《寻觅自然第二季》 做冠名的企业 或者愿意购买独播权的平台 这一季 我们预期全网的总播放量 至少应该在 三千万次以上的 此外 这部影片还会在 全国各大科技馆 中小学等线下渠道 获得海量的播放 而且这类纪录片 会有很长的常委效应 在未来的五到十年 都不会过时 它一定能给冠名企业 带来源源不断的优质商誉 另外 假如有某公益基金会 愿意购买这部影片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 当做一项公益事业赞助我们 我们也非常欢迎和期待 说实在的 从创作这部影片的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指望 能通过它挣钱 我们最大的奢望 也就是不至于倒贴钱 对我来说 创造社会效益的意义 要大于创造经济效益 最后我还想说 如果您有兴趣投资 或者赞助我们 拍摄《寻觅自然》第三季 这个项目也启动了 也欢迎您联系我们 我们一起为中国的科学影视事业 添砖加瓦 太空中 地球就像一根巨大的磁棒 它的磁场保护了所有生物 免受太阳风的袭击 指南针之所以能工作 就是因为地磁场的存在 自从人类发明指南针后的 一千多年 从未有人怀疑过 指南针的方向会发生 南北颠倒 地球上的每一块岩浆岩 都记录着他们形成时的 地磁场方向 人类科技迅速发展 科学家们在世界各地 测定不同年代岩浆岩中的圣磁 得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结果 地磁级的反向 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 地磁的演化机制 地磁倒转这么惊人的大事件 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 自1840年有记录以来 地磁北极点一直在向地理北极点移动 所有的迹象似乎都在强烈暗示 提醒我们正是一个问题 这段特殊的时期 何时会到来 又会持续多久呢 宇宙中的天体 除了发出可见光之外 还会发出各种频率的电磁波 它们都携带着来自宇宙的丰富信息 射电望远镜就像是人类的第三只眼镜 让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令人震撼的宇宙奇观 中国已经成为射电望远镜的强谷 这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会重复爆发的快速射电爆 我坐在电脑前在海量的数据里头搜寻可疑的信号 当这个爆发的信号真正出现在我眼前时 我整个人都争住了 快速射电爆的成因是目前天文学领域中最前沿最活跃的课题之一 当你真正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还是不太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你预测了一个几十亿光年外的东西 它真的发生了 快速射电爆一经证实 便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 天文学家们就像是来到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森林 人们迫切地想知道快速射电爆的原因是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引发了如此惊人的宇宙天象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